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基分的课程里面不是非常强调 什么理由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近视计算 通常也就是说 我们最后算出的结果是个数字 算数字的 也许精确到哪位 那么我们知道高等数学里大量的是什么 是求出一种表达式 解析式 求导数 算计分 通常都是给出一种公式来 给出一种函数式来 所以好像这个近视计算 往往不是很重视 实际上在我们将来 在座各位如果将来进到工程的领域 或者到做研究的领域 不是搞数学的话 可能你将来更多的问题 要算一个项目也好 搞个研究也好 恐怕更多的是要数值解 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个问题 有个方程求解要什么样 你给我数字 把数字拿出来 更可能是需要这个 实际问题里边需要的是具体的数字 当然解析解也是有效的 很有用的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一些数字 那么我们就要求解数字解了 数字解经常遇到的并不是 大多数情况是不能得到精确解的 实际上我们就要得到近视解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方程的近视解 首先原理 原理怎么样 前提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是在一个区间讨论 也就是到实际问题里边 这个方程求根 其实就是函数的根了 一般这个函数呢 是已经知道了在两端 在这个区间两端是一号的 那么根据我们那个时候讲过的 大家还记得吧 B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B区间上函数连续函数在两端 如果一号当中一定有一个零点 什么叫零点就是函数的根 那么具体到我们这方程就是方程的根 对吧 所以一般呢 通常会有一个这个函数啊 知道它两头 在一个小区间两头一号 但这个根在哪呢 就要用一些方法了 第一种方法 两分法 两分法其实很简单了 其实非常朴素的 说穿了就是把区间一切为二 切为二以后看根在哪 在某一个区间里 再把这个小区间再一切为二 一刀一刀不断的切下去 切下去嘛 区间越切越小 把这个根怎么样 越缩越小 锁在这个小区间里边 越锁越小 最后就锁定了 在某一个很小的区间里边 如果我们近视的 这个解的精确度 这个范围要求 到某一个范围 我这个小区间长度 只要不超过它们就OK了 我就小区间的端点就可以了 方法是非常 用等分区间的方法来搜索根 方法非常简单 速度较慢 什么意思 就你这样逐渐逐渐搜索的时候 它要达到你所要的那个根 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 好 看一看 你看 这就是一个函数了 对吧 一个函数曲线了 两段 这个根 方程的根在这儿 我们看出来 对吧 两段是异好的 一段小于零 一段大于零 这边有根了 怎么办 第一步 等分区间 这个XE 取在这个终点 终点 终点 好 这个函数值肯定有的了 这函数值当然如果碰巧了 正好是零 OK 解决了 它就是根 没那么巧 对吧 那么很可能呢 比如说是负的 那么下面怎么办 下面请注意 就和原先两个段点里 总归有一个和它一号的了 因为原先这两个是符号不同的 你现在这是负的 那么这两个必定有一个根它一号 好 在这儿就是这个段点 B 对吧 就是X0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小区间 新的小区间 请注意 两段一号的 又作为一个新的小区间来考虑 为什么 两段一号 根在里边 肯定有根 行了 把X1和X0 作为一个新细的小区间 再来考察 怎么考察 再把这个小区间一分为二 又一分为二了 你看 这个当中X2 又给它一分为二了 一分为二嘛 好 这个函数值 你看 函数值正的 函数正的嘛 好 那么和原来这两个端点的函数值 肯定有一个一号了 你看就是和X1一号的 那就行了 你可以想象了 下面怎么办 把X1和X2作为新的小区间 两段一号嘛 那当中肯定有根了 好 下面再来 再做这件事情 你看 咱们又来了 X2和X3 这个新的小区间 这小区间只有原来四分之一了 请注意 请注意 再找个终点 终点是X3 而终点又有函数值 这次是负的 负那么好 显然和X2又是一号的 那么什么样 我想我不用说了 你肯定明白了 怎么样 就把X3和X2又作为一个新的小区间 两段一号 跟在这里边 你看 X3和X2 这个很小的区间 只有原来的多少 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了 很小的 怎么样 再一份为二 你看 X等于是 这个又是重点 X4 这又来了 你看这个函数值是多少 现在函数值大于零的 你下面不用说了 肯定再把这个小区间 X3 X4 作为一个新的小区间 怎么样 再找 再去找 在这里边再去找根 那么当然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 只要编一个小程序就行了 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单调的 一个很机械的 但是又不复杂的过程 计算机很容易 把它 这个程序一编 很容易就收缩了 慢慢慢慢缩小了 这个区间只要缩小到 比如说你的精确度是 千分之一厘米 对吧 千分之一厘米的话 好 那我们只要这个小区间的长度 不超过千分之一 行了 我这个断点 左断点右断点都可以作为 你的这个近视根 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 这是一种两分法 方法很简单 很朴素 但是速度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慢 可能要好多次 才能到达你想要的结果 第二种方法叫切线法 切线法要求高一点 要求怎么样 除了函数在区间两端一号以外 还要求什么呀 F一撇 F两撇 不变好 那么也就是说 F在这个区间方面 单调的 另外 突性保持不变 请看 方法是怎么样呢 也是缩小区间 但是这个缩小区间 那个不是两分法 将曲线段的端点的切线 与X轴的交点 作为新的区间的端点 啥意思 你不那个曲线不是有两端吗 左边右边两个端点吗 你把这个端点的切线画出来 和X轴的交点 那个交点就是新端点 那么问题就在这儿了 左边也有切线 右边有切线 到底去左边还是去右边呢 你去哪个呢 两条都画 两边都有切线的 对吧 用哪个呢 那就是初始点的选择 就是你这个曲线有了 对吧 去做端点的那个切线 还是右端点的切线 选函数值与二阶导数同号的端点 就是原则 同号的端点 好 下面去看图 通过图来看直观一点 你看这条曲线 对吧 你看 在AB区间两端一号 两端一号 对吧 单调增加的 下图的 下图的 那么请注意 两边这边和那边 两边都有切线了 你说会看看 这个图上看 你看从哪边做切线 你可以看出来 B做切线做出来 你看 这个是大概会 这个焦点会跑到这里边去 对吧 在这个当中 如果A点做切线 你可以想象 这个切线好像跑得很远了 显然是笔点的做切线好 对吧 这直观上看 那么你看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的原则是 选择于哪个端点呢 这个端点的符号 端点的函数值的符号 要和二阶导数的符号一样 现在二阶导数 请注意这个图怎么样 凹下去的 凹下去 下图的 两阶导数怎么样 正的 所以我们选这个点 两阶导数正的 所以我们选这个B点 做切线 你看 这是出事点 你看 切线 看得清楚吧 看 切线 对吧 这个XE 就是交点 你看 是不是X0 下面一个XE 像这个离这个交点近了 看到没有 近了 那么可以想象 下面怎么办 下面 你看这个交点在上面 所以继续用这个方法 再做切线 你可以大概看一看 越做会怎么样 越做切线会越近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看 可以看得很 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 你看 这是B点 这是A点 这是B 这是下图的 这条曲线是下图的 下图的 F2倍 大于零的 咱们断点找谁 找他 做切线 来 焦点找到了 新端点 新端点找到了 那好 你看 在这一点 新端点找到了 二姐导师大于零的 这个函数字在上面 怎么办 继续 你又从这儿画切线 做切线 这个切线好 你看 刚才在这儿 现在跑到这儿来了 你可以想象 下面这个点就在这儿了 再做切线的话 再做一次切线 哎呦 那简直就快到了 看到没有 很好 三次就行了 快到了 就到了 这个方法 你看 越来比 越来一次比一次近 怎么样 靠近 我们那个真的零点 就是靠近这个根 那么好类似的 可以看看 这个 你看这个 比如像这个 这个二阶导数 也是大于零的 找哪个端点 找它 你看 因为函数字大于零 就找它 你看 找切线 对吧 又像这个 上处的 二阶导数小于零 小于零从哪个端点出发 不是它了 要从那儿 因为这个点 函数字小于零 从这儿出发 你看 找切线 对吧 找切线 看到没有 第四种情况 你看 也同样 对吧 上处的 二阶导数小于零 所以用这个端点 做切线 那么怎么迭代呢 迭代的格式怎么样呢 迭代格式怎么样 就是能不能写出一个 因为对计算机来说 它需要一个迭代的 标准的一个程序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它会要 你要把新端点的函数值 是正还是负 然后去和 与一号的端点去组合成新区间 现在也同样 怎么弄呢 你看 其实也蛮简单的 切线 请看 这个切线 比如说 咱们刚才是 这个是x0 那么这条切线是谁呢 切线 我们知道 切线就是导数就是fx0 这点 这点如果是x0的话 这点导数就是fx0 对吧 好 那么这一点切线是谁呢 就是y-gfx0 这个切点 就是这个点 这是过这个点的切线 这是y-g y0 这就是这个点的函数值 乘上 这是斜率 里面是x-x0 这就是这条切线 切线 那么这个焦点是谁呢 这个x1是谁呢 这个x1 就是 显然 就是y等于0的时候 这个x值 好 y如果等于0 这个是如果y等于0 那就这儿就等于0了 这儿等于0 好 那么你看看x等于多少 好 那就是 这个负 这个量除过去 那就是负的 fx0 除以fx0 没错吧 这个除过去 这是负的 负的 好 然后呢 这个x0要移向移过去 那变成负的 变成正的x0 所以这个新的x1是等于谁呢 就等于这个 这就是一个迭代x 当然现在是x0到x1了 那么x1到x2一模一样的 不会变的 所以一般的说起来就是xn等于谁呢 xn减1减去fxn减1 f1减xn减1 你看就这个格式 当然我现在这个是x加1 这是一样的 对吧 一模一样 就是怎么样来得到由上一点得到下一点 给计算计算怎么样 那简直太容易了 这样一个小程序 计算计简直不费力了 非常快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例题 我们也有 书上有个例题 说明怎么样 说明两份法可能要将近十次才做好 但是我们用牛顿法只要三次就能够做到净十字了 那么这个地方也许有的同学会提问了 哎呀 这个两份法也挺好 挺朴素 挺简单 谁都懂 对吧 一听就懂了 你这个推的过程有点复杂 那反正你不是 你反正交给计算计算吗 交给计算计算 反正他算得慢 算多算一次 少算一次 好像没有问题了 绝不是这样 请注意 算法很重要 算法很重要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算法来进行 来做一个具体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计算机现在发展得很快 速度越来越快了 对吧 现在大概刚计算机刚发明的时候 它每秒只算300次 现在多少次 现在这个数字大得不得了了 你看 10的40次方兆 10的40次方兆 前面还有33.8 这个数字大得不得了了 大得不得了 每秒钟能算那么多次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了 就是说计算机的贡献 和我们提一个好的算法的贡献怎么样 你看我们有个例子 从1995年到20 1950年到2000年 这当中50年 50年计算机的速度怎么样 请看计算机从这50年 从50年的时候 每秒钟是1万次 10的4次方次 但是到2000年 每秒钟到10的12次方次 那提高了多少 提高了10的8次方了 10的8次方多少 是1亿倍 就计算机通过50年提高了1亿倍 当然现在这些年 从2000年到现在不过十几年 这个速度提高不止1亿倍了 因为人类这个发展越来越 这个科学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了 但是算法怎么样 有一个算法叫做解线性方程组 大家如果现在学代数就知道了 对吧 消源高四消源法 对吧 可以解放程组 那么如果用计算机 如果用高四消息法来解 后来到2000年左右 用来有多次网格法 多重网格法 这两个方法差别多少呢 你看 本来用算一个问题 可能要10的18次方 是 现在多少 10的6次方 差多少 10的12次方 10的12次方多少 1亿万 1万亿倍 那说明什么 你设计一个好的算法 比计算机的速度提高 意义其实是可能更大 至少不差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我这个例子是一个 因为我们国内一个计算数学方面 一个权威 他一次报告里提的 他就说 至少咱们计算数学家 他的贡献 不比计算机科学家 就是制造计算机的这些科学家 贡献来的小 对吧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个问题 使你算得更快 更好 那么所以也正因为这样 大家也明白了 比如说 为什么有一些算法 做成了一个软件包 为什么会卖那么大的价钱呢 比如在座你们的导师 将来高年级做研究生了 你们导师可能有的时候 需要去买一些算法的软件包 价钱很王贵 几万几十万 甚至于上百万 为什么 大大改进了计算的速度 提高效率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数学 在计算方面的作用 好 今天关于这个方程的 方程的这个近视节呢 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例子呢 大家可以从书上看 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